我们如何利用CS6来移这个风车 还有把这个栏杆去除掉 我们就可以点显利用那个多边套索工具来圈显 圈显这栏杆 把栏杆通通签选起来 签选到以后我们就可以点显编辑填满内容感知按确定 这样它就会去除掉 至于这个人影也一样 我们一样利用多边形套索工具来把它套起来 这样套起来以后 我们一样点显编辑填满内容感知 这样它就把这个人物去除掉了 至于这还有一个黑点点 我们就可以一样利用这个修补工具把它签选起来 稍微修补一下 这样就完成了 完成了以后 我们如何把这个大风车位移呢 我们只要圈显它 把它整个圈显起来 这样圈显起来 再点档案 再点工具 里面的内容感知移动工具 点下去 点下去以后 然后我们滑鼠按在圈显的位置 我们滑鼠按在圈显的位置 不放往边缘拖 放开 然后放开 这样它就把它移到另外一个位置 然后点显Ctrl D 然后再一样利用这个移动工具 来当圈显工具 把它小风车 圈显起来 一样把它移到 适当的位置 这样又把这小风车移到 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 然后我们利用 用工具里面的步骤记录 笔刷 来把方才的小风车 这下面 贴近的部分 刷一下 这样的话 看起来就比较完美 然后我们就可以 再把天空 这边我们也稍微 来修饰一下 我们利用 修补工具 来稍微圈显一下 把它修补一下 比如这样好的话 我们就可以 按档案 另存新档 这样就完成我们 那个把风车移位 还有把那个 内置感应工具 还有步骤 笔刷工具 利用到了 好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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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它 来 好 好 好了 谢谢观看